纵观国内政坛 大多的人民代议事年纪偏高 缺少心血之下 逐渐形成了老人政治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 这次的马六甲周选 朝野阵营总共派出了9名候选人 是21到29岁之间的新兵 是的 虽然出身之毒不怕虎 但如何打破老人正式的框架 亦或是这些新兵 最终只是舅舅换新品 都是考验重重的 那接着跟随马六甲特派记者陈伟伦 一起倾听这一批90后候选人的想法 选委会统计本届的马六甲周选 有38.37%的选民是40岁以下的群体 而当中各党也纷纷派出了年轻新兵 势必要抢下最大的年轻铁票舱 那21至29岁的候选人就有9位那么多的 那究竟这群的青春风暴野心有多大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老人正式呢 我会觉得如果在前辈的角度的话 可能他们做很多事情会比较 在我们立场上是保守 然后在他们的立场是安全 我们出生之独 我们觉得我没有尝试过 我想试试看 那你讲的未必是对的 我想去尝试这个样子 所以等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它是非常有趣的 你现在不培养年轻人 那你要等到他们什么时候 因为你需要更多的经验 然后还有那种意识去培养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从一开始 你有这个机会去参证 或者是有大小道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你跟他们一起慢慢地去 培养年轻人 让他们可以去更好 以后有机会去更好的服务人民 ramai rakan ataupun keluarga yang sebaya dan sebagainya mereka juga melahirkan rasa kecewa dengan apa yang berlaku tetapi kalau kita lihat dalam peliharaan negeri ini ia memberikan satu dimensi yang baru kepada politik di Melaka khususnya kerana beberapa gabungan masing-masing berlomba-lomba meletakkan muka baru yang lebih segar 和更新的思考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这就是我们欲望 在政治与马来西亚和 Melaka 在未来 年轻人去哪里 大部分的年轻人 已经外流到其他的国家和城市去工作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马六甲 或者是高拉萨玛这个地方 可以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回流到马六甲 他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 他们的家乡去工作 这样子就可以从而促进 马六甲的经济发展 今天当就是国家 就是有发展的时候 不同的领域阶段 他们都会有一定的收入 还有合作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马六甲 它也是一个旅游州旅游城市 那如果今天就是 我们能够在稳定的政治之下 我们控制疫情的话 那就是大家都可以 很好地就是发展周边 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今天 只要有稳定的一个平台 我们大家都很好地做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尽力 spreads 所以,我们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出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的 空间工作 根源 由一些 的该如何 我们可以做出的 我们做出的 还是要做出的 或是一个 那个 如果我们能够发展 一件的空间工作 就是自己 Kathy 它们在通ka 的空间工作 就一定可以 让我們要做出的 中国che程中 用作制约机会 留住年轻人 是这群年轻候选人的伟大愿景 而各政党各阵营 也纷纷推出了相关的竞选宣言 不过要如何执行 考验的是这班90后的年轻候选人 要如何与政治前辈磋商 为近四成的马六甲年轻选民 谋福祉了 法都空间程卫伦 马六甲报道